让经典不难难读 哈喽大家好我是居然 今天视频我想来为大家解析一下 于华的经典著作《许三观卖学集》 我会完全基于原作小处出发 尝试帮大家触碰到有别的电影 读属于文字的叙述力量 于华在过往的采访中 谈到自己创作《许三观的契机之时》 他曾说到 大概是在1990年的时候 我和陈红在王府井的大街上 突然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 泪流满面地从对面走了过来 我们当时惊呆了 王府井是个什么地方 那么一个热闹的场所 突然有一个人 旁若无人泪流满面地走来 这个情景给我们的印象非常深刻 到了1995年 有一天陈红又想起了这件事情 我们就聊了起来 猜测是什么让他如此的悲哀 而且是旁若无人的悲哀 这和你一个人躲到卫生间去哭 是完全不一样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痛 让他放下了成年人的体面 顺着这个构思 我就坐下来写 就这么写了八个月 我不知道大家在生活中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 深深的无力感涌上了心头 一心只想和这个世界 暂时的划清界限 获得片刻的逃离 许三观在自己的一生之中 一共卖过12次血 他用换来的钱 解决了求婚结婚的难题 在饥荒的年代 让全家吃上了饱饭 为病重的伊勒付医药费 为与他偷情的女工 买补品保养身体 招待二儿子下乡的生产队队长 可以说卖血换钱 用消耗生命换出路 是这个没什么本事的送捡工人 对抗这个世界唯一的手段 许三观就如同每一个 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 每日只是应付平常的生活 已然竭尽全力 没有半点盈余 一旦命运给了我们一些特殊的威胁 一些脱离日常的意外 我们就不得不拆东墙 补西墙来批育应对 而每一次我们这些凡人的努力 也仅仅是够刚好支撑住自己不倒下 除此之外再无余力 这时候你可能就要问 那为什么这些穷人不主动的出击 调动自己的能力去做些什么呢 于华在《许三观卖血记》中 给出了他的回答 因为凡人之所以是凡人 就在于他们赖以求得最起码的生存权 温饱权乃至发展权的全部有效资本 仅仅是他们的生命本身 不得不让人联想 其了不起的盖茨比中那句经典的名言 每逢你想要批评别人的时候 你就要记得 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人人拥有你的优越条件 在我看来 全书最棒的设计就在于卖血这个意象 你把它换成搬砖 拉板车 坐滴滴司机 对于读者来说都太不直观了 也没有震撼感 而一代代被抽走的血 实际上是把这个男人 到底为家庭做了多么大的牺牲 给具体的量化了 而你阅读的时候 想象着血一点点被从许三观身体里抽走的样子 就像他的生命本身在加速流逝一样 这无疑加重了我们对于这个角色的怜悯 怜悯着许三观 实际上就像怜悯着每一个挣扎在日常生活 苦乐边缘的平凡人 可这个时候作者给你来了个反转设计 你怜悯着许三观 可许三观们自己却不这么看 家乡的四叔告诉他 没有卖过血的人 身子骨都不结实 所以在他年轻的心中 早早地把卖血视为了一种标志 一种生命被认可的标志 书里写道 许三观和街坊邻居炫耀着自己健硕的身体 你们来看看我 身强力壮 脸色红润 虽然日子过得苦 可我身体好 身体好是本钱 这是老天爷奖励给我的 经常做善事的人就像我一样 老天爷就惦记着要奖励我些什么 别的不说了 就说我卖血 城里的人都觉得卖血是丢脸的事 其实在我们村里 谁卖血 他们就说谁身体好 这是老天爷给我的谣材术 无独幼 在于华的另一本经典著作《活着》中 他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法 给主角福贵设计了一大堆的苦难 让人闻着伤心 见着落泪 而在福贵自己的描述中 妻子是最棒的妻子 孩子是最棒的孩子 还有那头老牛和一起生活过的朋友们 生活的点点滴滴 并不是被苦难所填满的 由于我们自身的肤浅和经验的局限 我们对角色的理解只有苦难 而生活本身实则是每个人的主观感受 并不属于任何其他旁人的看法 在许三观的主观世界里 卖血是他获得周围人认可的唯一手段 所以他把这一行为上升为了信仰 上升为了自己做好人 老天爷对他的奖赏 是他这个人来这个世界上走一遭 存在过的全部证明和意义 于华用了养这个词来形容 仍渴望被他人认可的这种感受 在他与林芬芳偷情之后 在街上遇到了进城卖血的阿芳和龙根 这勾起了他对第一次卖血的回忆 对生命第一次被认可的美好回忆 于是他说 我看你们要去卖血 不知道为什么我身上的血也养起来了 所以当他已经步入晚年 他们的家庭生活已经得到改善 无需再靠他卖血之时 他的精神反倒因为无所作为 开始产生了迷茫 他下意识地想到的解决方案 还是去卖血 嘴上说是为了吃一盘炒猪肝和二两黄酒 可实际上就是想证明自己还有用 可他换来的却是旁人无情的嘲讽 大人 时代变了 时代抛弃你之时 连一声再见都不会和你说 一下子 他绷着的那根弦断了 在闹事之中 旁若无人地哭了起来 他想着刚刚年轻人说的话 他老了 他身上的死血比活血多 他的血没人要了 他想着四十年来今天是第一次 他的血第一次卖不出去了 四十年来 家里遇上了灾祸时 他都是靠卖血度过去的 以后他的血没人要了 家里再有灾祸 怎么办呢 相比于身体的衰退 他更看重自身存在价值被剥夺 此时妻子适时的出现 用默默的温情 包裹住了眼前这个无所适从的男人 许三观以出卖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挽回对生命的拯救和尊重 他的血为家庭 为自己 为妻子而卖 在这个过程中 家人的爱 已然代替了卖血 成为了许三观存在意义的最好印证 书的结尾 许玉兰拉住了许三观的手 许三观 我们走 我们去吃炒猪肝 去喝黄酒 我们现在有的是钱 这一席话流淌进许三观的心间 胜过万语千言的海事山盟 许三观笑着对许玉兰说 我这辈子就是今天吃的最好 这一刻 你不会感到这书的主题 有着什么批判性反思性 也不会感到作者 带有着什么居高临下的怜悯 只有对于人 活着本身这件事情的感动 许三观是一个普通人 知道的事情很少 认识的人也不多 他只有在自己生活的小城里行走 才不会迷路 当然和其他人一样 他也有一个家庭 有妻子 有儿子 也和其他人一样 在别人面前显得有些自卑 而在自己的妻儿面前 则是信心十足 所以他也经常在家里骂骂咧咧 这个人头脑简单 虽然他睡着的时候也会做梦 但是他没有梦想 当他醒着的时候 他也会追求平等 他追求的平等就是和邻居一样 和他认识的人一样 当他生活极其糟糕时 因为别人的生活同样糟糕 他也会心满意足 他不在乎生活的好坏 但是不能容忍别人和他不一样 在传统的小说中 这样一个小说主角 是完全不能存在的 因为他的生活 没有什么跌宕起伏 启程转合 撑不起一个故事的结构 没有血淋淋的B式 没有触目惊心的结局 只有单调的重复 谁愿意花钱买本书 看自己的生活呢 所以你会发现 于华就在小说的结构上 下起了功夫 比如许玉兰一生给许三观 生了三个儿子 你要再挨个写一遍 就会变为流水账 不写人物的剧情 又得不到很好的推动 所以他想了一个好办法 就是让许玉兰骂出来 杀千刀的 狗娘养的 你们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反正就是怎么难听怎么来 生第一个儿子的时候 许玉兰骂得仇恨无比 第二个骂到一半时 孩子出生了 第三个才骂了两声 孩子就出来了 许玉兰在产台上花式骂了三次 叙述里的时间 一下子就过去了好多年 再比如 许三观的故事看似细碎 却暗合着因果的报应 命运的循环 许三观凭着卖血的钱 从何小人手中 将城里最漂亮的女人 豆腐西施许玉兰抢到了手 结果却意外地 头顶冒了绿光 替别人养了孩子 而伊勒惹或伤人 则是进一步让许三观陷入了 卖血 花钱买绿帽袋的人生悲喜剧 心理上的极度不平衡 又促使他去找情人 导致为了暴打人家 又不得不去卖血 循环往复 不得不让你思考 为何许三观们 不得不重复地卖血 为何就走不出底层 命运的循环呢 这个话题也许离 现在的年轻人有些远 换成为什么 你不得不重复加班 靠透支健康来换钱 似乎来得更加贴切一点 书中的甘龙说 我们娶女人 盖房子都是靠卖血挣的钱 而在田地里挣的钱 最多也就是不让我们饿死 这话好像挪到现在 也同样适用 活着本身这件事情 尚需去拿命去剥 你还能要求这些人 为了活着之外的事物 为了那些更高尚的追求 而活着吗 同样是表现人麻木 蒙昧的一面 于华的态度 并没有鲁迅文章中 那种鲜明的批判 而更多的是一种 看透人生的无奈 一方面我们看到 许三观被像李雪桃这样的人 结构性的剥削和压制着 一方面在文章的最后 透过许兰的口 我们又知道 李雪桃自己和许三观 也没有什么不同 说他生了个儿子李傻子 他妈是个破鞋 都不知道他是谁的野种 许三观身上的遭遇 李雪桃也在遭遇着 他可能也在另一个层面 被别人压制和剥削着 人与人处于视线 已经安排好的社会结构之中 位置不同 似乎已然决定了 他们不同的身份和命运 由此我联想到了 前段时间罗翔老师说的 我们登上并非我们 所选择的舞台 演出并非我们所选择的剧本 没有谁的剧本是值得羡慕的 拿到烂剧本 还坚持演下去的人 才值得尊重 批评于华的人说 这是狗活者所为 人应该有更为崇高的追求 更为坚定的信仰 以及更加强大的反抗精神 可奋力向前跑的人 是否也应该 时不时的回头望一望 被甩下的人 是否也应该重新的记起 对生命的关爱 珍惜和尊重呢 我是绝人 我的解读仅仅是我一家之人 于华自己说自己追求的是 无我的写作 也就是不带主观态度的写作 那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解读 那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所以数一千到一万 如果引起了你兴趣 欢迎你自己把书找来读了 今天视频内容就这么多 你的点赞收藏 是对我最好的催更 还是那句话 我会每周在这里 你分享我对这个世界的所知 所想如同相当的视频 欢迎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